小S嫁给徐亚军后年生了三个女儿 外界一直传言小S是为了追生儿子 但是一直没有成功 不过最后小S都否认了 小S是不是真的想要儿子 不得而知 但S妈当年却是真的想要一个儿子 为此还做了许多令人悔恨至今的事 已经儿孙满堂的S妈早已经看开了 在和小S的节目里 庆幸当年自己还好生的全是女儿 如果自己生的是个儿子 恐怕早已经被全家宠到 要坐牢力去了 如今小S成为台湾排名前五的主持人 大S也成为了大明星 前不久付出拍广告 光是代言费就高达800万台币 S妈除了偶尔要为女儿们的婚姻操心外 现在生活真的不要太潇洒 对于自己曾经那段追生儿子的经历 S妈一直没有避而不谈 小S的爷爷奶奶总共生了7个女儿 只有爸爸一个儿子 所以对他们来说 生儿子传宗接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S妈也因此背负了巨大压力 但当年因为无法做性别检测 所以在三个女儿出生之前 所有人都不知道性别 当小S出生的时候 S妈一看又是女儿 当即在床上大哭 韩话护士把小S抱走 称自己不要 从小S的名字徐习弟 以及小名婷婷 其实就能看出她的爷爷奶奶 以及爸爸妈妈对儿子的心切 希望停止生女儿 虽然S妈刚开始很过分 但后来却勇敢做出了 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选择 在被迫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 S妈果断拒绝了 甚至表示宁愿老公去外面生子 自己也不愿意再生孩子 因为生了三个女儿 S妈不敢带孩子出门 生怕被左邻右舍嘲笑 后来S妈离婚离开了徐家 独自抚养三个女儿 在大小S还没有成名的时候 S妈就已经成为了 能赚钱的女强人 如果S妈当年没有选择离婚 而是继续拼生儿子 现在生活真的可能无法想象吧 也许最后一直都没能生出儿子 我丈夫在外面有了私生子 大小S没办法读书 进入娱乐圈 过着低声下气 且浑浑恶恶恶的生活 也有可能最后有了儿子 但是因为只有他一个男孩 全家宠道要命 最后变成S妈在节目里说的那样 被宠道坐牢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 迪英和孙鹏的儿子孙安佐 因为只有这一个儿子 所以迪英和孙鹏对孙安佐非常厉害 小小年纪就全往美国读书 然而孙安佐早就被宠坏了 并不是一个安分的人 在美国私自阻挡枪支还放花 扫射学校 结果被抓入狱238天 并被终身禁止入境美国 回到台湾后 孙安佐又被台湾检方起诉 直到一个月前才宣判无罪 因为而这事情 迪英和孙鹏这四年来 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也没有怎么演戏 以大把联系还在操心 后来孙安佐无罪释放的时候 孙鹏叮嘱孙安佐以后 不要乱讲话 也不要走歪路 护子心切迪英不仅没有教育儿子 反而反驳孙鹏 称孙安佐本来就没有走歪路 面对如此过分恋爱父母 也不知道是孙安佐的幸运 还是不幸 相比这些孩子妈在教育孩子方面 真的很值得学习 也足够体面 哪怕是面对恶语相向汪小飞 都总是原谅对方 面对大S认识的决定 S妈也会生气不满 而不是一味的包容 小S和S妈一样 也生了三个女儿 如今他们已经成为了 小S口中戏称的摇钱术 施老大当模特拍戏 演绎事业一帆风顺 施老二颜值最高 成为基建女神 和妈妈出席活动 凭借乖巧性额 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施老三古灵精怪 完全就是小S的翻版 所以现在S妈应该无比庆幸 自己当初选择吧 也猜想到自己 如果真的生了儿子 会遭遇什么经历什么 没有底线宠礼 反而会造成无法往回的结果